大家好我是艾菲 为你播报10月10号到10月16号的重要星象 那么在重要星象里面我们先观察一下 在天空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有一个第一个重要星象是 太阳跟金星在本周会合像在天秤座的天空当中 大家都知道金星是天秤座的守护星 那么太阳跟金星合像 本周对于天秤座朋友来讲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 什么样的利多呢 当然是求财非常好 求爱情也非常好 要美容要买衣服都非常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天秤座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土星跟天王星的90度的刻像 土星这个时候是在天秤座逆行的当中 那么天王星这个时候是在金牛座逆行当中 两颗星星的逆行而且形成了90度的刻像 我觉得本周在对于所有的星座朋友 如果说你想求财你想投资的话 这个部分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行星形成一个刻像位在求财上面会比较辛苦 而且挫折比较大 我觉得全球的股市全球的金融的不稳定 本周可以预见 那么第三个重要现象是海王星跟火星的90度的刻像 海王星这个时候是在双宇宙的天空当中 那么火星这个时候是在双子座的天空当中 这两颗星星在本周形成了90度的刻像 我觉得大家在言语发表文章上面 或者是在沟通的部分上面可能多了一点火气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冲突啊 或者是抱怨啊 或者是说这种恶意的攻击 我觉得不管是在面对面的部分 或者是在网路上面可想而知 应该是越演越烈 那么因为今年呢又是选举年 那十月份接近选举的时候 我觉得呢应该社会上面普遍呢 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一些网红啊 或者是说对于政治高度敏感的一些这种重要人士 可能呢网路上面的沟通的纠纷会越演越烈 那么第四个重要现象呢 是全球的一个局势的部分 因为呢在本周呢 那木星土星还有天王星跟海王星 是持续的四星逆行当中 但这四个星星都是四代星 也叫做局势的星星啊 所以呢在全球的局势上面 本周呢仍然是挫折多于顺利的讯息 所以呢有关于全球的气候暖化 或战争议题或者是粮食议题 或者是疫情的议题啊 我觉得十月份啊 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十二星座的部分 在本周呢 每一个人应该要注意哪些好消息 或者是坏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白羊座的朋友呢 本周是感情的顺利哦 爱描出掌 秋天到了白羊座的朋友 谈一场秋天的童话 非常适合你哦 金牛座的朋友呢 秋天到了进行身材的雕塑跟管理哦 是非常重要的 体重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秋天不好好的管理身材 你有可能会贴秋朴 那就是越来越胖哦 那么双子座的朋友呢也不错哦 是感情非常丰沛 但是风喷的感情有可能造成爱情的误会 请你特别小心 巨蟹座的朋友呢 秋天到了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享乐主义的时刻 天天开心哦 秋天呢 什么样的运势最好呢 就是去吃秋蟹 泡温泉 赏 风叶非常适合你哦 四座的朋友呢 享受秋天的家人团聚哦 天伦之乐非常不错哦 那么处女座的朋友呢 注意一下最近有开销过大的问题 负债增加 那么呢 千万不要再增加新的负债 这是一个重点 那么天明座的朋友呢 要提前祝福我们天明座的朋友 生日快乐哦 财运增长非常不错 天蟹座的朋友呢 秋天到了 建议你放下执着 活在当下哦 感受一下世纪的变化 没有什么东西是过不了的 新的季节就要来临了啊 那么活在当下 感受世纪的不同 四手座的朋友呢 秋天到了 建议你本周非常适合你哦 要做什么呢 居家的清洁跟打扫跟整理啊 把家里面打扫的 布置的非常的干净啊 引接一个新的季节到来 那么摩羯座的朋友呢 非常不错 是持续的业绩跟增长啊 获得非常好的财富 那么这个部分 算是星座当中 非常好的能量 那么水瓶座的朋友呢 是琴场的高手哦 那么在爱情当中 所向披靡 应该会掌握新的恋情 双鱼座的朋友呢 则是两情相悦 互定终生 秋天的爱情运非常好 双鱼座的朋友 请你一定要把握 秋天的童话 让美梦成真 以上就是本周的 星座运士 提供您的参考